最近中共对高等教育的整肃越来越严 先是批判大学课堂上 有关批评中共的言论成了时尚 随后还专门发布红头文件 要求加强高效思想工作 日前中共教育部部长的言论 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民间不仅不认同他的说法 还联名要求他下台 请看报道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效宣传思想工作意见的文件 并强调说高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1月29号 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人 在教育部有关这一文件的座谈会上表示 要加强高效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 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人还要求 绝不允许各种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 在大学课堂出现 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在大学课堂蔓延 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谢怨气等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 中共通过把党委书记指定成是超越大学校长的第一号领导人 通过把马列主义毛四强等作为学生必修课 把党支部建立到班 甚至通过招工对非党员歧视等做法 系统的灌输中共的理念和维护他们的统治 孙文广认为高校应该是搞学术的殿堂 学生和教师应该有探讨学术 探索真理的自由空间 这是超出党政范围的 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孙文广表示 袁贵人的僵化言论 超出了道德的底线 应该下台 网上也有人起草了呼吁书要求袁贵人下台 呼吁书说 教师强奸学生他不发言 官员强奸学生他不发言 孩子上不起学他不发言 应试教育毒害学生他不发言 教学搂倒他他不发言 学校分等级他不发言 学生刚要接触先进的理念 他出来发言了 要杜绝西方价值观进入课堂 明目张胆地拒绝西方文明 我们团结起来 呼吁他早日下台吧 浙江学者潘甘平 福建学者陈继健等人 都参与了签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 对新唐人表示 袁贵人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的 他以前也讲人道主义 人性甚至人权 现在他做出这样的表态 也许是为了适应这个体制中的游戏规则 这位教授表示 袁贵人下台并不能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 但他的说法在高校行不通 现在就没什么东西了 因为中国本土原创性的东西没有 这位大学教授表示 现在是经济全球化 整个世界在市场文化技术交流上 都是高度的互动 如果按袁贵人所说到 高校教师的课都没法去讲 教育出来的学生 也会远离世界文明的主流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亏教授 也撰文三问袁贵人 说共产主义是游荡在欧洲的幽灵 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才促成中共的产生 中共宪法规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等教育 也是源于西方 沈亏教授要求袁贵人 给出所谓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就此事 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 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 张立凡还援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 甭跟我们说这些 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 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 情妇和钱财 想方设法的往西方送 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